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光与陶珠珠的妹妹光与日和之后 陶珠珠的妹妹究竟是小玉还是小子的问题 才算是有了阶段性的明确答案 但即便如此 作为和之国真正的万寿之王 唐达小玉在和之国片的身份可能和重要程度 也当然就不会这么简单 而由于线索还是不够冲突 这些海中专题 我们就先从另外一个层面 来再胡扯一番唐达小玉的可能身份 说到这里我们就再回到 光与日和在灵后小玉中对索罗说出 她是陶珠珠妹妹的这段对话 正是在这段对话中 任何其实也向索罗说出 为了以防她和陶珠珠的任何一方出事 让光与日和的血脉断绝 她和陶珠珠才没有一起 创与到20年后的未来 从这一点故事来说 任何在成年以后 尤其是在10年前 光与家的追随者们 在忍不住反抗凯多失败 然后全军覆灭以后 为了怕自己和陶珠珠珠的任何一方会出事 光与日和也就很有可能会 生出过一个 延续光与家血脉的孩子 而在漫画基本七日化剧情中 我们所看到的20年前 日和看着她是这种哭泣的 十分担心的断发禁忌模样 20年后 小玉再被凯多重伤 醒过来后将头发放下来 不管是发型还是担心陆飞的神情 斗化20年前的日和 几乎一样的情况 在进一步步骤来说 小玉有可能也就是在20年间 光与日和为了延续 光与族的血脉 所生下来的那个孩子 而光与天或赤笑 火花石或日和 回家续天的研磨和天眼余斩 十分信任地 托付给天狗飞车的情话相似 在生下这个孩子以后 为了她的安全 光与日和也就很可能 将她也托付给了 凝聚在酒里的天狗飞车 而这些狐齿的前提 在进一步狐齿来说 光与日和之所以回家 她从事花卫工作的一名 许没有小子的原因 可能也就是在指向 她可能的女儿 和发为紫色的光与家血脉 导致小玉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